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也没有一个 沙拉华比较好的球员 除了你啊 你不是说要回答什么啦 就是我知道 到这边状况 人家是昨天问你什么状况吗 我就跟你讲我知道什么状况而已咯 你知道什么状况其实可以讲一下咯 就是说这边我回来去年9月回来到现在6月 我大概是7个月在这边啦 所以我看 所以before that 我在吉隆坡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诶 这10年多里面 怎么没有沙拉华的球员进来BEM咯 你之前在沙拉华唯一的最top的 麦冰棱球员在沙拉华 是不是 我这样子我不可以支持嘛 我想人家上来嘛 我 我这样老是top top 我是会老的咧 我现在老到给人家top了咧 top top top头啊 对啦对啦对啦 所以我回来古境的目的也是 其中之一也是想带起这边的水准啊 可是我回来看到有各种种种原因啊 不是很理想嘛 有机会发挥吗 有机会发挥吗 你的想象有机会发挥吗 没有我想象的中容易发挥 可以这样子讲啊 很多东西被限制 很多东西被限制 第一 第一先讲啊 我就讲这边的状况啊 我们这边古境 地方大 人数少 OK 等下我们这边又分古境啦 又分西部啊 等下Miri啊 等下你看到沙拉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players 就分来分去分到很散 分到很散 然后 好像那些好的players 他们都不能够一起练球啊 为什么咧 因为地方太大了啊 地方太大了 等下西部他们 要过来坐飞机45分钟 Miri过来要一个小时 所以他们有Tamiri自己练 西部有西部自己练 等下Bintulu Bintulu自己练 这样子 所以 好像以前的Sugmar 他们就有Centralized Training 可是Centralized Training 只有两三个礼拜这样子 在一起练球就去 好像你们以前打Thomas Cup 这样子 Centralized Training一下子 就去Sugmar打比赛了 所以 很难啊 我 然后 这边的Facility也是一个东西咯 我现在 我现在暂时带 13到14个 我带14个球员 他给我4个Centralized Training 我练Single比较多 然后Double的是 我看谁有 比较有潜质 再Double的 我就会 带他去别地方 跟大人打 对打一下 没有我们 那些 他没有对手 哦 怎样 你的Program 如果14个球员 你的Program很重要呢 我的Program就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 我这边练球 一个晚上是讲4个小时 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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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Centralized Training 一个人才练多少个小时 嗯 嗯 嗯 练差不多两个 一个多到两个小时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 所以我现在 我本来只是选12个 现在有别的地方 跑多几个过来 土著过来 哦 所以我 我一定 我没有 我一定要收他们 哦 就是说 他们 就我 我也是很open 就是说 谁想 join我 是可以 join我 可是我想这边的 facilities 应该要 帮我想一下 嗯 因为我只有4个cord 我不够练嘛 哦 所以他们分 第一他们这边 古镜啊 有几个club 蛮出名的 嗯嗯 几个club蛮出名的 他们我知道 他们那边有一两个好的 这边有一两个好的 这边有一两个好的 然后我这边 我是 我是在 coaching BA 哦 我这边有几个好的 所以他们不会 联起来一起练 哦 所以 sparring 都不好了 第二 cord不够 所以 面对这些问题 是比较 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 你刚才跟你讲 4个小时你眼睛大 看我一下 是啦 这里没 没啊 2点 不够 不够 这家里 2点 不够 但是你也会比较 比较 最后一个小时 我是给 给 给 physical 所以 之前一个小时 physical 练不出来 练不够啊 练不 不是练不够 练不下来 就是说练不完 练不完 练一半的一下 这个绸筋 不太累了 一个小时的physical 我们以前 在 在 我跟周克检的时候 一天几个小时 你跟周克检吗 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啦 你以为像以前这样咩 你们以前这样练更够力 然后我们是 也是够力啦 没有像你们这样够力 因为以前你们是打 15分嘛 然后你们打long rally 不一样练法咯 以前你们练到很累 你们练到太多了 我们也是跟不上的 因为我们 我们的打法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 那时候 我打15分 你是打一下子罢了 就变21分了 你们一路来都打15分 15分是很累 可以打到一个小时多 两个小时这样来打的 你打最长的比赛是多久 你打15分 你打15分 我打到 15分啊 我不是打到我 26岁 26岁就换 25 26岁的时候换去 打21分了 那时候我 advantage的时候 我是讲你打15分啊 你打最长的比赛是打多久 两个小时还是 两个小时啊 你跟谁打 尼哈金 哦 可以 两个都拉咯 两个都不下手 对啊 对啊 你拉我 我拉你两个都不敢下手 对啊很累 两个小时 真的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出来就躺在那边了 所以你叫我打我肯定打不到的 我一定12,15分,肯定12 不能打 如果以前的练法练 我看你们的手法什么东西 我看你们打15分 15分你们更强 你的手 你的手这样摆 还没有老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肯定可以打吗 15分真的不能 我真的 mental torture 不能打15分,不要开玩笑,真的 好,就怕了 哈哈 然后你一个礼拜是练 一个礼拜练六 练六天 练八次 也不是很多,因为他们要读书 对 他们要读书,这边的小孩子 我就面对这个问题 等一下又补习 所以 这边的 这边的人 他们的父母 会比较 没有这样赶 没有这样赶 给小孩子去完全走这条路 哦 他们好像两边都要 他们两边都要 不像你跟我这样子 我们父母赶赶赶 我们父母赶赶给我 不爱插 这边的父母不是我 这边他们两样都要 读书他们还是放第一 打球放第二 所以我刚刚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 我自己听到的全部都是 su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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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过sugma 打一次 而且是打team event 我从来没有打过sugma的 只是打过team event 打过一场球 你那时候 你都不用打sugma了 有些人都拿 好像kukingkic都拿sugma 两届还是冠军 对不对 好像Ong Sun Hock 他们 他们都拿过 team event 我根本没有拿过 我也没有打过sugma 只是打过一次 而且是team event 这样你比较好料 你不用打sugma 你就去接 有人跟你讲 Jeremie Koo讲 James 讲多一点好话 不要给西马 西马人以为我们 沙拉瓦 连球场都没有 没有啦 这个我们是open 来讲 也没有什么好收的 对啦 我 呃 球场不够是 我认为不是我们沙拉瓦 也是有其他可能 可是如果 好像我们跟KL比 就差很多 KLBA KLBA几个court 10个court KLBA10个好像是 KLBA10个 10个 斯拉瓦BA都有 最少 我看6个还是8个 我记得6个 斯拉瓦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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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QDA好像是8到10个 也是 那时候我去看他们连 你是他们用到 应该是5-6个court 还有其他3-4个court 也是放在那边 那边还有多的court 我这边都不够court 安排 然后之前我有听说啦 他们 请印尼教练来的时候啊 这边的你用一句印尼 印尼教练罢了 就是很像了 全部几多来 这样如果我去不是没有人来 你来啊 你来啊 我想做一点private coaching 他们就想 可以做extra class 可是你们不可以做 private coaching 就是不可以教外面的人 自己的 自己的 可以做 以前 在那个国家队的时候 国家队的教练有没有做 这些private的 好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啦 哈哈哈哈 一笑答案就有了 不要讲出来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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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Sava太小了 又没有什么court 你交来交去 对吗 不是一个court了 是不是 Sava这边private court 有几个 可是他们就是 他们做他们自己 private的academy ok 我现在回来就是要进Association 好像Sarawak Badminton Association 或者是不进Badminton Association 在Sarawak的队正统的训练上来 我不是要做Private Academy Private Academy会比较 比较容易赚钱 可是你也知道 可是我不做这个东西了 现在我是很想做成绩给人家看 可是就是问题遇到这几点东西 然后还有一点点 你讲Politik的东西是Everywhere的啦 Politik 我不用跟你讲 你也懂是Everywhere 我还是很闲的啦讲真的 人家问我你会做教练吗 哎呦我不懂怎样讲啦这东西 因为不喜欢啦讲真的 不喜欢这种感觉啦 给人家压住的感觉 对嘛本来是很有实力要去发挥的 你知道吗 结果去那边哦 给人家收在鸟笼 叫我来这边做么呢 就是我们来是要发挥吗 就是 就好像以前人家金浩来的时候 Lexy来的时候可以发挥吗 可以发挥他们的强项 所以成绩就有嘛 有时候我们进到去那边 又不能发挥哦 不能发挥去来做么 其实谁做的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嘛 对不对 就是我就是有一点这种 有一点就现在有了这种感受 知道了啦 知道了哦 之前我在KL做Private Academy的时候不会吗 就自己自己瓦洗自己安排自己时间 然后讲什么就什么 现在这个不可以等下上面complain 这个不可以等下那个父母complain 等下不可以等下另外一个clubcomplain 很多complain哦 我就 听到啊 听到这些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 我讲我这样子我很难做了 我刚才讲我这个现在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两年后我没有成绩 你替我走了我死了了 是啦是啦 所以哦 我也是 不知道怎样讲了这东西真的 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 如果我进去也是发挥不到的一样的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 人家讲什么自己顾自己啊 我们是我们是为 为大局着想啊 但是有时候 他们又不是这样想哦 所以有时候click不来啊 就是因为这样哦 其实马来西亚很多很多天才的教练 你知道吧 其实有很多了 就是因为很多 因为这种事情哦 然后就哎呀自己就顶不顺了 就觉得哎呀算了哦 就是这样 是 现在我也是明白咯 我现在是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 你感受到了啊 我还没有进去我感受到了 你进去了才感受到 你知道吗 你是刚进去BM 我进去BM啊 我就没有得开直播了 我进去BM就没有得开直播了 现在不要啦 你开直播比较好 你现在红过 你现在红过很多人了 你做什么都好 现在 我是吹水了 我是吹水了 哎 我跟你讲啊 以前你们是我们的新年了吗 对不对 以前新年是不是很喜欢叫 Junior绑线啦 晒衣服啦 收衣服那些 然后我们 我们恶化的不说 一定是帮你们的吗 对不对 现在 没有这个东西了 这个文化已经没有了 你要 你叫我帮你做东西啊 你是谁 我不要帮你做哦 以前我们 恶化不说 我们哪里敢说话 哎 你们叫我们做东西 我们对对对 我们不敢说话的 对对对 有时候我讲出来 他们都不相信 要问你真的是 因为你是 新年吗 你是新年吗 所以 你 我问你 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 因为我讲 现在年轻的球员 已经是变种了 已经是变种 我们的文化已经是不见了 文化不见了 真的 因为以前 现在我看他们 有时候 所以有现在回来 有时候 我看他们 大小的 他们是没大 没谁的 有时候会给我骂一下 哎 我也是 没有骂了 因为我知道 那个文化 已经不在了 我偷偷来到 他们连教练 都不会叫 对 坐在那边 这样看你 你走进来 这样看你过来 然后就静静 这样子 然后就一个一个 要加一排队 然后就 叫来骂一下 骂了 全部才会哦 我觉得 首先要打好成绩 要先会尊重教练先 要先会尊重教练 然后 要准时去 training 那种 basic的东西很重要 不是讲有多厉害打球 有时候 我有多厉害打球 我不会 respect你 你看到我的图篮哦 对不对 好像以前我们 我们想要你们教我们打球 这样你们叫我们洗衣服 叫我们晒衣服 叫我们穿线都好 还是什么 我们一定做了 因为我们 有时候我们不是 top player 在里面 然后我们还小 然后教练看不到我们 我们也是想洗那一脚 所以 我们 去做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很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不过传到现在来 已经是没有这个文化了 我觉得 有一点 有一点 浪费 有一点 哎呦 我还不讲一讲 有时候感到有一点伤心 这种感觉 可以讲 你讲到穿线这个东西 我现在回来 古镜 我跟我朋友 一半朋友打球 我跟他们讲到 他们就要问我 进了吗 他们问我 我讲 Totley以前是帮我绑过 Totley以前是帮我绑过线的 对啊 我们也是 我也是帮过你们做东西的嘛 就是一样的嘛 这个是一个文化嘛 不管你是谁都好 Junior就是 Junior Senior就是 Senior Even现在你是12岁 你也没有在国家队 我也没有在国家队 但是 也是Senior嘛 对不对 因为 那个文化 我们 我们在国家队太多年了 所以有那个文化 有那个知识 我们也不会说 哎呦 这个Senior又安装安装安装 我们也没有去 要respect啦 就是我们在羽毛球界里面 对不对 以前不会啊 现在的好像不大 不不懂这些东西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完了 没有这个文化了 没了 没有了 不见了 嗯 你你你觉得啦 你的羽毛球生涯啦 你输在哪里 我输在discipline 你会不会打到更好 你觉得 如果我们没有得出去了吗 一定会更好 我认为一定会更好啦 是啊 第一 第一我的discipline不好 第二也是我 很多 也是 可能是我 我 太好练 太太太太想练太多 是啊 你是一个 以前人家练了 停了 我就还在家练 我还在家练 然后练的变成我自己弄到我自己很多伤 哦 然后我 2004年 开始我的腻 我的腻痛啊 那时痛了 三四个月 忍到没有办法了 去开刀 开刀 然后rest半年回来 从那边我就开始drop了 嗯 drop了 老师 要回来的时候 又另外一边伤 等下 等下又休息 等下又回来的时候 又另外一边伤 直到 李毛教练来的时候 他的训练会比较轻松的时候 我就开始再上回来 嗯 其实我觉得你练错了 你练错方法了 有一点 对吗 我不知道 我以前练前部练跟周克检的 可是我认为他练的有的方法有一点太 太强 就是太强太fit了 然后其实哦 其实你fit了一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打法是很重要的 打法是很重要的 真的 不要讲天分啦 打法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啦 现在啦 因为为什么我讲回去 天分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看哦 有一些球员啦 他没有天分 他是可以做世界冠军 他是赢在哪里 他是赢在discipline 他的discipline 跟他的 他的training很群劳 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 天分的球员就是 每次discipline很差 所以每一次哦 你看哦 你有注意看到吗 有一些不是很 talented的player 但是他可以拿冠军 有没有 你看好像刘晨一样 他拿 他拿冠军 刘晨有力哦 他手有力哦 对啦 有力啦 但是我讲天分 其实discipline很重要啦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啦 discipline很重要 讲真的 真的 中国队就管得很好咯 对 这一点是中国队 对对对 我觉得discipline很重要 你看哦 Datoly的discipline 我跟你讲 discipline 又有talent 我跟你讲 赢到完了 conform 所以啊 Datoly 所以我每次讲嘛 我每次讲 肩变只有一个罢了 对吗 就是我们两个做不到 所以我们不是肩变咯 对吗 我们做不到嘛 Datoly真的是很群劳 西北群劳 又有talent 对吗 又快 所以 我每次跟他们讲啊 我们就不是那个肩变咯 真的是 但是 但是有一点 有的想回去有一点 有一点后悔了哦 是不是 你有 对你的羽毛就剩下 有感到后悔吗 很后悔 很遗憾很遗憾 想倒回去 有机会给我倒回去 我想要怎样做好我自己 可是已经过去了 没有的过去 现在所以我要回来做教练咯 我要教我的球员 我要教我的球员 怎样子 不要做错 不要走错路 不要 要怎样练 做什么是对的 做什么是错的 全部要跟他们讲到很清楚咯 Evento他们回去吃什么 我都要跟他们讲到吃什么 以前没有人跟我们讲 BAM 那里有 放那些饭 还有菜 这样子 你喜欢你拿 你拿多少 都没有人跟你讲 那时候我们 都没有人跟我们讲 现在我有一点这种姿势 所以我会教我的球员 他们吃东西会比较照顾 一点 西北好 Jealous你啦 真的 你的身材太好了 你现在还很群 打Single 我看我40岁 你叫我打Single 我应该坐轮椅 应该啦 我觉得啦 我趁你现在还可以打 我等下回去 After MCO 我回去先救你Single 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 然后我回来啥话 我跟前不能讲 我打赢 单不用 不能啦 我不能 够了 蛤 没有啦 不能打啦 Single太累了啦 我也讲真的 怎样打哦Single 跟你打 回去 回来之前跟你打过Double 你很难打 跟你打 真的很难打 你那个 给你 打流汗不了啦 打流汗不了 你出的球我根本 我不懂要怎样回给你 你没有打习惯不了嘛 你们是Double Specialist 你们出的球很限制我们Single player 你很限制我们的球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你叫我打Single 我讲一下Sawa这边的情况就是 这边 主要是这边的人不是很注重啦 现在 不是很注重野猫球啦 嗯 连政府都不是很 连政府都不是很注重 是耶 嗯 没办法咯 做好你自己咯 还能怎样 有些东西我们控制不到啦 就 看哦 看你要什么啦 其实 打比赛是不是有顺风 跟逆风的 对 他们叫你讲顺风逆风 你顺风逆风 你是怎样打 你们是比较喜欢打逆风是吗 我们比较喜欢打逆风 但打比较喜欢打逆风 嗯 每次如果有选择 他会给你Toss的嘛 啊对 Empire Toss的时候 大多数是会选逆风来打先啦 嗯 嗯 嗯 然后 有时是顺逆风 有时是侧风 对 所以侧风的时候 如果他风老是吹这边啊 嗯 我怕凹啊 我就老是打中间或者是打那边 打那两个脚 给他吹进来 我就比较少往这个方向打了 因为打这个方向 如果一没有想忘记一想啊 一打吃线啊 他风一吹就凹了 对对对 但是我 我本身比较喜欢打顺风 因为我杀球很强嘛 然后再加风一下子 我 阿库setting好嘛 前面我是比较喜欢打顺风的 打顺风我就很有信心 因为以前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打进攻嘛 对对对对 打逆风又杀到海洋 然后我们一杀不死呢 观众 喂 怎么不要杀 他们都不懂有逆风杀到海洋 杀到海洋 哎呦 他们都不懂有风啊 他们看 他们看的可能不懂有风 他们现在懂了 今年开始我 看他在open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顺风逆风 all influence 他们讲顺风逆风 他们还笑我 喂顺风逆风 侧风什么 这样如果是打顺风 你是不是要 时常要打进后场多一点 是不是 敢敢发力吗 对不对 打逆风 打逆风 要敢敢发力 敢敢发力吗 对不对 我跟他们讲他们笑高我 现在好彩你做我真人了 然后顺风就不可以老是打打打打打 要打往下压 强往多一点 对 下压强往下压强往多一点 对 顺利风会比较好打 比较容易控制 打侧风 有时还不是侧 还是顺和侧 又顺又车 这样子 他的风很难抓的 这个真的是很难